全聯補貨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的 cada semana 又是我們全聯補貨篇啦 那我們今天要補貨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我在全聯買到一些 我自己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買的食物們 這些東西我自己大部分都已經回購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看我平常都在全聯買哪些食物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但如果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過我頻道的話 不要忘記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我今天買的很多東西呢 都是可以冰在冷凍庫裡的 所以比較不容易壞 那我第一個買的呢 是這個 冰心地瓜 這個包裝的冰心地瓜 是我自己吃過 品質最一致的冰心地瓜 因為有時候買地瓜 它可能會有的時候 一顆比較甜 有時候一顆比較不甜 就是常常買到的品質是很不一定的 可是這一款呢 它是來自於瓜瓜園的地瓜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是在全家買的 結果我就發現說 欸 我好像每次買這一家的地瓜 它的地瓜都很好吃 我把它打開來給你們看 那它裡面呢 都是一些小小的地瓜 所以呢 它非常適合就是平常 如果你可能肚子餓 可是又不想要吃一整碗飯啊 或者是吃一個正餐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拿一根小小的地瓜來吃 就你可以把它當成甜點 你可以把它當成就是代餐啊 就問你不餓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拿來吃一下 它裡面打開來呢 就是直接一整顆的地瓜 長小小的 它的地瓜不會太大 我把我的手當比例池給大家看 它大概是跟我的掌心差不多大 那這整顆地瓜呢 我自己就是直接連皮就跟著吃了 那如果 通常在吃冰心地瓜 應該比較少人會剝皮吧 如果你會剝皮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自己都是直接吃 我把它就是握開來給大家看 這一家的地瓜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就是我沒有吃過 讓我這麼喜歡冰心地瓜 因為常常很多冰心地瓜買的 我會覺得說 它吃起來好像很甜啊 或者是爛爛的 就是會讓我覺得 吃的過程沒有很舒服 可是這一個包裝的地瓜呢 它就是非常的扎實 你咬下去呢 裡面都長這樣 這個地瓜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地瓜它又是個原型食物 如果你平常不想要吃那麼多白飯的話 我覺得 偶爾用地瓜做代替也不錯 像是我之前很認真很認真 在做飲食控制的時候 我每天早上 都會直接去全家買一包 瓜瓜圓的這個地瓜 那後來我就發現 它有這個大包的 冰在那個冷凍庫就非常的方便 如果晚上真的是很想要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拿一塊出來吃 吃起來你也比較不會那麼有罪惡感 而且呢 它也是會有一定的飽足 好那下面一樣東西呢 是這一款 它是歐式花椰菜混酥 這個裡面呢 它有白花椰菜 綠花椰菜 還有蘿蔔 紅蘿蔔片 在這裡 那我會喜歡這一款的原因 是因為平常 就我會去好市多買東西 可是好市多有時候買起來太大 第一不是很方便 第二呢就是有的時候我去好市多 它並沒有常常不獲我喜歡吃的蔬菜 所以呢我就會直接買這種冷凍食物 放在冰箱裡面 如果我今天想要可能炒個菜啊 或者是要做沙拉的時候 就直接從冷凍庫拿出來退冰 或者是直接就開始煮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這一款非常的方便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冷凍食物的人 因為我覺得冷凍食物它真的很方便 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比較不容易壞 因為平常你如果買一整顆花椰菜 那我又是那種 有的時候可能一個禮拜都沒有很想煮菜 突然想煮菜的時候才會就是開火之類的 可是如果我買一整顆花椰菜放在冰箱 你可能冰一個禮拜它就已經壞掉了 或者是變得很不新鮮 可是像是冷凍蔬菜 它就可以滿足像我這種生活類型的人 可能不是每天煮菜 但是有的時候又會開火的人 你就不需要就是想說 喔我今天買了可能一堆菜 就覺得說喔好有壓力喔 我是不是一定要在兩三天之內 就把這些菜煮完 不然壞掉就會很浪費 所以呢我個人真的是冷凍食物的愛好者 大家如果你們有哪一家的冷凍蔬菜 也覺得很好吃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這一款呢我自己吃過也覺得很不錯 而且它裡面有綠色的 白色的跟蘿蔔 所以你在煮起來的時候 你的菜其實是會滿漂亮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們只買一顆綠花椰菜 好假設你只有一個人 可是你的食物這樣煮起來 其實並不會很漂亮 因為你煮出來的食物就是一盤綠綠的 只有一個顏色 可是買這一款冷凍食物呢 它裡面有綠色白色還有紅蘿蔔的紅色 所以它煮起來呢就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種冷凍蔬菜呢就是非常符合 我這種現代女性的需求就是需要煮菜的時候可以立刻拿出來食用 那煮完菜又可以覺得飄飄亮亮的 因為我覺得在煮菜對我來說 它並不是只是一個 喔就是填飽肚子的一個動作 在煮菜的時候我是會享受說 欸我今天加了什麼 會讓它的食物有不同的味道 那煮出來呢又可以有很漂亮的擺盤 又可以讓我就是拍一個照發個現實動態 所以我就去說OK這個combo是非常完美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也是會煮菜可是沒有到天天開火的朋友們 我非常推薦大家你們會去買全聯的這一款 蔬菜 它平常會賣整包都是綠花椰菜的 可是我近期就是覺得說 欸這個就是有各式各樣顏色的這一款我很喜歡 好接下來一樣食物呢是這個 又是花椰菜 但是這個呢它是花椰菜粒 我上一次在好市多的戰略品裡面有 提到說我很喜歡花椰菜粒這個東西 那有些人就說欸美根可是我沒有好市多的會員 那就是我好像就沒有辦法買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之前在影片裡面有說 它是一個吃起來很像是白飯的一個食物 花椰菜粒呢它就是長像這個樣子 那你把它放在可能炒飯裡面啊 不管是要搭配白飯做使用 或者是你單使用它的時候 它吃起來的那個口感真的會很像白飯 可是它的熱量又比白飯低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其實在全聯你可以買到這一塊 也是花椰菜粒 我上次看在網路上 有些人它可以用花椰菜粒做成薯餅 所以我非常期待可以拿它來做薯餅看看 因為我平常就是直接把它拿來做炒飯 所以大家你們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說你要用什麼樣的烹調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它熱量真的很低 如果你是在減肥的朋友們 真的一定要試試看 好接下來一個東西呢是這個 它是比利時的薄脆餅抹片 我剛在拆包裝的時候不小心就把它拆得很醜 它是長這個樣子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吃過一個就是長長短短的餅乾 它是很常會拿來當作下午茶的餅乾 我把照片放在旁邊 那這一款抹醬呢 它吃起來就是跟那個小小的下午茶餅乾 但是一模一樣的 我跟你說這個真的超級好吃的 就是長這個樣子 裡面是咖啡色的 大家這一款抹醬真的是 應該是我今年買過最好吃的抹醬 我真的不誇張 這個抹醬它吃起來的那個味道搭配吐司 OMG真的是非常的滿足 因為我每次用它抹吐司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天啊我的心情就是被療癒 因為它的味道實在是太美味了 如果你有吃過那種類似像是荷蘭小餅乾的話 這個抹醬的味道也會跟它非常的像 我在很久以前就有在限時動態分享過這個抹醬了 那時候就有非常多的網友也有去買 他們也都說很好吃 所以你平常如果是會在家裡可能吃吐司啊 或是吃貝果的朋友們 我都非常推薦這一罐 但是呢它的熱量很高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吃開心的食物 絕對不是拿來吃健康的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買一下 好下面一個我補貨的東西是這個 它是Scratcha的辣醬 這一罐辣醬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非常喜歡 就是我一定要再把它拿出來講一次 因為我上次買回來已經被我吃光光了 Scratcha這個辣醬呢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不管加什麼都可以的一罐辣醬 因為它的味道不是屬於到那種 你吃下去會覺得說天啊好麻好辣的那種辣醬 它吃下去是一種就是舒服 有辣 可是又不會到太辣的那一種 我平常吃飯啊炒飯的時候 超級喜歡加這個Scratcha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讓我的飯有一種 被提升的感覺 這一罐醬平常也是常常我們 可能去外面的餐廳他們會使用的辣醬 所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種覺得說 欸我的這個料理 它又多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風味 不是一個就是你好像在吃一個很簡單的家常飯 所以我平常不管是吃什麼炒飯啊白飯啊 或者是任何 就是它只要平常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料理 我就覺得我加了這個Scratcha之後 我就是賦予了這個食物新的生命 所以我真的超級喜歡用它 如果你也是喜歡吃辣的朋友們 可以去買這個放在家裡 但它的那個辣度我覺得真的不會到很辣 如果你平常是可以接受大概小辣左右的朋友們 我覺得你一定吃這個都沒有問題 好下面一個東西呢 它叫做味道香鬆 這個是海苔口味的 給大家看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把它拿來直接搭配白飯做食用 因為之前我第一次接觸到類似這種灑粉的時候 是我媽她去日本玩的時候 帶回來一大堆類似這種那個 裡面有海苔的調味料 結果我就發現說這個食物 你把它直接加在白飯上面 就可以變成一餐 這一罐它的概念呢 就有點像是平常我們去日式餐廳吃定食的時候 它會在白飯上面撒一點點的那個海苔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呢你如果買這一罐回來的話 你就可以愛加多少海苔就加多少海苔 這一罐呢你把它加在你的白飯上面 也是可以讓你今天的一整餐的風味就是不一樣 如果你平常真的是超忙 完全沒有辦法煮菜的時候 你只要大銅電鍋按下去 把白飯煮好 撒上這個粉呢 你就可以讓你的白飯瞬間增加了一個新的風味 然後接下來最後兩樣東西是我自己沒有買過 可是我很期待 不曉得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好第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 它是全聯賣的生吐絲 生吐絲這個東西呢 近期好像非常的熱門 像是我昨天去101的時候 它在地下街那邊就有一家賣生吐絲的店 就大排長龍耶 我原本想要買就因為排太長就直接放棄 那我聽說其實全聯它們的生吐絲好像也不錯 那我平常在我家這邊的全聯我都找不到喔 今天就終於看到最後一包再加上 立刻把它買回來 就大家是真的很愛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 現在有時候物價會讓我的三觀崩壞耶 因為我之前大概上網看了一下 好像在一些很有名的咖啡廳 一片生吐絲要100多元 我就想說天啊 我真的是三觀崩壞到一個極點 請問吐絲一片100多是什麼概念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究竟生吐絲這個東西 究竟跟一般的吐絲差在哪裡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吃過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來吃看看 它裡面呢總共就是四片 四片我記得價格好像是69元吧 一片大概十幾元 好我來看 它的這個吐絲是比較厚一點點的 來聞一下 聞起來的那個吐絲味蠻香的 好我來 它撕開來 它非常的 好絲耶 一絲就下來了 那我來吃看看 我覺得蠻好吃耶 它好像比一般的吐絲真的厲害耶 它吃在嘴巴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吐絲的中間 這一些一絲一絲的纖維 而且它咬下去是 有種濕潤的感覺 不會像是一般的吐絲 吃下去好像乾乾的 這個吃在嘴巴的感覺是 是很舒服的耶 欸我有嚇到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願意再回購它 欸我覺得這個很不錯耶 因為我自己還沒有吃過 就是其他可能一片一百多元的吐絲 但是呢我自己第一次 就是吃這個全聯的生物絲 我覺得很不錯耶是可以買的 我也會願意再回購它 因為我覺得這個價格算是還可以接受 沒有到天價 覺得說吃一餐好像覺得說心很痛的感覺 可是 嗯 這個吐絲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喜歡它那種在嘴巴裡面濕潤的感覺 嗯 它絕對是一個有生命的吐絲 大家 你們 在全聯看到的話 可以買 不會踩雷 接下來最後一樣東西呢 我買了這個 這是我第一次在全聯看到的 它是義美的咖啡牛乳 我們來喝喝看這一款咖啡牛乳的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咖啡牛奶這個東西 有時候是會蠻容易踩雷的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買了一瓶回去之後 發現它根本就沒有咖啡的味道啊 或者是有時候它調的比例就會讓你覺得說 這個喝起來的那個感覺很奇怪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一款義美出的會是怎麼樣 我個人對於義美他們家的產品是 抱持著蠻不容易踩雷的心情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究竟這一款會不會踩雷呢 Cheers 欸 大家 我剛剛還沒喝的時候我發現 它的味道很香 但我有點期待 我來喝一下 欸 不錯欸 我跟你們說這個喝起來味道像什麼 它像是那種柏朗的罐裝咖啡 味道幾乎87分像 真的很像 它的那個味道我覺得很不錯欸 它的咖啡的那個比例 調的很好 在喝口 而且它的那個牛奶的那個乳味 不會太搶風頭 因為有時候你在喝牛奶的時候會覺得說 那個牛奶在嘴巴裡的那個比例好像有點太重了 會覺得說好像都沒有咖啡的感覺 可是這個 這個它喝起來真的是 你去外面買什麼 曼特寧啊那種 嗯 就是便利商店它賣的那種罐裝咖啡 或者是瓶裝咖啡的味道非常的像欸 欸我覺得以就是咖啡牛奶這個品項來說的話 這個是好喝的欸 這個也是我會願意回購的欸 天啊今天完全就是一個沒有彩雷覺得非常開心 像是呢 你如果買這個生吐司配這個咖啡 再配上今天的這個醬 OMG 你一個就是很開心的早餐就這樣準備好了 好大家我已經幫你們選好 你們明天的早餐要吃什麼 你們等一下看完這部影片就可以去買了 哇很開心欸 今天買到很多好貨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聯補貨篇 大家如果你們有什麼最近在全聯發現很不錯的東西想要推薦給我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那如果你們喜歡全聯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這部影片按個喜歡 這樣子我才會知道 因為我一直以來每次在拍好四多影片的時候 都會有網友說 美根我沒有好四多的會員卡 我就想說欸其實我也很常在全聯買東西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就是按讚讓我知道 這樣我如果很多人喜歡的話 我以後就只要在全聯有補貨的時候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你們有買我今天分享的任何一個食物的話 記得可以在IG上面的限時動態澎聞 並且tag我 我每次看到你們就是買我分享的東西 我都覺得超開心 就覺得說嗯Tina非常溫暖的感覺 所以大家記得你們一定要tag我喔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過我頻道的話 不想錯過之後任何一步的這種好四多 或者是生活家居品的開箱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要開些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通知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